航空领域上,一直是大家热衷的,美国49年前的阿波罗登月计划,那个时候科技发展能登上月球,这让大家是很好奇,美国发射的月球开测者卫星,为我们拍摄了月球上的照片,阿波罗的计划,这个计划先后执行过17任务,6次登月成功了,也一共送出了12个宇航员抵达月球。 阿波罗登月前后花了2000亿美元,是美国最耗钱的项目了,并且也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,登月6次了也就相当于旅游了,这个计划的实施背景是在和苏联冷战时期,这个已经在科技上超过了苏联了。 所以美国决定取消了登月计划,月球登陆界换成了空间站,美国是掌握着宇宙最大的秘密的,我们中国的航天领域也许得了很多的成就,在南非船和空间站,宇宙行走等很多,但是宇宙有太多的奥秘了,我们更加期待着我国的航天计划实现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